大家好 欢迎光临中正评测 这些给大家开箱华为MateBook13 2020版i5 很多人对华为带有一些产品以外的主观的情绪 其实我对华为是比较看好的 开始的产品走了一些歪路 也做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产品 那现在的不一样 从上一代MateBook13和14开始 产品思路就很明晰了 而且华为的产品是有产品以外的情感上的一些附加值的 上一代的MateBook14 维持了长达半年以上的一级难求的状态 作为经销商能有五六百以上的利润的前提下 再加价五六百 这种情况多少年没见过的 审贷经销商能挣钱就强迫经销商 你如果想提MateBook14 就必须搭配MateBookD这种难卖的产品 这种差的产品 我们从来不吃这一套的 那最后就掰了 后来发展到审贷自己去加价卖货 这些是过去式的 但是证明了当时这个产品产品力多强 华为的稳扎稳打 在这种成熟的成功的产品产品去升级换代 还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华为这种公司呢 有钱有技术有真爱粉 但缺的是经验经验很容易呀 挖人就行了 这几年呢 从某一个大厂挖了很多人过来 收入高氛围好成长空间也大 企业的氛围也很好 唯独就是加班太多 反观另外一个大厂 企业氛围一塌糊涂 内斗拉山头下课上去排除异己 有些人只把三成的精力放在真正做产品上 在有一些人干脆就完全是在搞内斗上 能做事的人在他们眼里面是眼中叮咒中刺 你们想想红楼梦里面的交大说过什么样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就这样还做了一个世界第一的销量 那如果好好地把心思放在产品上面 你能做的多好 很多罪人随时可能被干掉 这里不是说某一个企业不好 这个企业里面很多人都是爱港经验的 绝大多数人 那只是说他的一小撮人一小撮人呢 就已经可以造成很不好的结果了 就像赵高秦桧原重换扯谈扯远了 我们应该讲产品 今天为什么是13不是14 因为我觉得超过6000块钱 这种配置的轻薄本就不值了 这个机器呢 5899还算OK 他的i7呢 是10510U14和只提升了一丁点 却要多花1000块钱 这个是完全不值的 我是很容易性价比思维的 那就最后选择了这一款再次重复一下 10210是可以选的10710也是可以选的10510 根本就是很扯淡的 那我们先开箱开箱之前广告一下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工作号和我们的网店 我们经常开车一些笔记本和DIY台式机 这是机器的外包装很小很轻 这边的是他的原封的风口 这边是他的型号 麦特博克13 没有2020字样型号呢 CPU是i5的10210U MX250512的固态16斤的内存 这边的是他的序列号是00871 这期还送了一个扩展屋 这个差不多能值100多块钱200块钱 可以从Type-C呢 转USB A HDMI VGA和Type-C 我们打开机器电源适配器估计库存时间比较长了 这个膜已经撕不下来了 这是一个Type-C65瓦 线长大约是一米八的样子 包装箱内的还有一个Type-C转USB A机器外观的应该不用介绍了 基于这个外观 我们已经开箱过好几次了 前不久还开箱了锐龙版的麦特博克13 那个性能实在是差的要命 这些相对来说呢 还是比较漂亮的 我们打开 可以开合到这种角度 这个电源键呢 其实是比较漂亮的 而且指纹一体16比10的两开屏 还是比较适合办公的 而且观感也是比较不错的出风口呢 在转轴处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轻薄本大体上是这样子 触摸本的手感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而且比较大 也有切边摄像头呢 之前像14是在这个位置的很糟糕 他呢是在这个位置很好 键盘的手感没什么说的 反正正常吧 右侧腕托呢 是他一碰船的技术一个贴纸 左右两侧分别一个type-c的接口 整个机器的两圈啊 全都有这种CNC的切边 包括到这里都是有切边的 完全没有一处有歌手感 还有一个抠手的凹槽 两个麦克风的孔电视配器非常轻 只有190克机器1340克也不重 机器呢 有电池的运输模式 第一次开机啊 是必须要插电才能打开的 插电以后打开了 我其实一直讨厌这种反光的玻璃屏 但他在触摸也只能这样了 默认的壁纸很丑 键盘的背光是白色的 一定要注意 把这个自动亮度的调节给关掉 要不然观感会非常差的 默认两个分区 我觉得C盘80G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剩余一个分区 我把C盘改成了255G D盘改成了207G 屏的分辨率呢 是2160×1440 无线网卡的是英特尔的9560还是很不错的 硬盘的是SN730的黑盘 西数的也是很不错的 这个屏的为止观感是比较偏暖的 这点是比较主观的 看大家自己喜好 烤文件的速度呢 可以达到300多兆 也有几兆的时候几兆呢 是因为小文件磁盘占用也不高 这个时候做其他操作呢 也不会有个卡顿的情况 PR12呢 分别是25瓦和51瓦 应该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性能 是一块奇美的高色域屏 13英寸升级bios呢 非常容易 直接在电脑管家里面点一下就行 正经的厂家都用正经的硬盘 这块硬盘的四开延迟都非常好 在碎盘跑的150G的混合的模式 现在温度呢是55度硬盘 环境温度现在是18度 硬盘的温度现在是65度 读写的速度都很不错 温度呢是68度最高 比较奇怪呢 他是用的LPDDR3的内存 双通道213331G每秒 速度呢一般般73.4纳秒 缓存的速度正常 延迟也正常 跑分的截图呢 都会放在公众号里 大家可以到公众号来看内存的 看不到SPD信息 应该是焊在主板上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难闷 为什么用这种内存 CPU瞬间可以达到50瓦 那现在频率呢是3.59G 现在降频了 从刚刚的82度 降到现在的72度 频率呢是2.61G 跑分的分别是611分和10643分 比较一般般和以前一样的设置 去剪一个十分钟的视频 先用CPU去跑 开始的一瞬间可以达到50瓦 3.67G 现在进行到7%了 现在进行到14% 2.4G 18瓦71度 好像不是太理想的 这才进行到18%而已 已经2.15G了 15瓦67度 40%频率呢 一直保持在2.18G左右 15瓦66度 差不多也就这个频率了 感觉到慢 但是没想到这么慢 一共用时11分50秒 也就是710秒 倒数第三排名最差的呢 是麦特博克13的锐龙的3500U的版本是780秒 低压CPU现在表现最好的是S740的R5的版本是436秒 我勾选了GPU加速现在再来开始一遍哦 应该不会太慢了 应该现在显卡是用的核显去跑的英特尔的核显 我怀疑这个机器调度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Bios写的是有问题的 现在CPU的频率只有2.1G 一般来说核显加速以后CPU频率会高上去才对 他比刚才还要更低了 GPU加速以后是1分30秒也就是90秒和小新L1415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很奇怪刚刚开始跑分的时候亮度变低了 我现在把它又调上去了 所以跑分的只要是能不联网的都会不联网 并且性能都会设成高性能模式 鲁达斯的跑分的是211000分 那减去一够分的差不多是在18万出头一点 CPU跑分的不高 但是硬盘跑分很好 3DMark跑完了CPU是2476分 显卡的是1113分跑分比较低和机械革命 S1Pro的差不多的跑分已经快一点钟了 我先让他自己跑30轮 然后明天再来看结果了 跑完了最大值是514最小值是498差值只有15.5差值还是蛮小的 整个全程都在500左右 这个性能表现呢 其实算是比较差的那种了 但是没到最差的程度 烤极了24分钟 现在CPU频率是2.17G温度呢是64度姿态小有点肺炎15瓦 双烤刚刚开始 现在风扇转速提高了GPU的频率很好 1.67GCPU的频率在降1.62G9.9瓦也就是10瓦66度的CPU的温度 双烤的显卡的频率是1.67G一直都没降67度CPU呢是1.65G还行吧10瓦温度呢是67度CPU噪音你们刚刚看到了是比较大的68.3分倍已经超过了很多游戏本的噪音了但他这个噪音啊不是那种尖利的那种声音是比较沙沙的 声音还好并不是太那么不适的它是一个65瓦的电源适配器但插线板上是68.2瓦那就导致了这个问题电池电量在降环境温度呢是21度相对来说两侧的万拖的区域啊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三十几度已经很温温热了这是双烤时机身发热的情况这位屏的分辨率是2048×1152比正常的屏全高清的要多了大概百分之13点几的像素点那对显卡的负载也多了百分之十几画质的设置呢因为是MX250嘛 只能射成最低但是事实上这块屏本身的分辨率是2160×1440所以说画面会有拉伸在游戏里的分辨率呢我设成1920×1200呢刚刚游戏进不去啊我再试一下英雄联盟吧是2160×1440英雄联盟支持这个分辨率帧数呢是150帧左右CPU是2.4G显卡占用已经快满了68度1.6G的左右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发生战斗以后呢在一百一十几帧那现在CPU频率呢在二点几帧这个上下 下一点显存占用几乎没有内存在用的因为它是16G又是双通道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这是英雄联盟的训练模式大家做一个参考就行了啊CPU频率虽然不高但是也算及格了注意进来了帧数的不高44帧但是这个分辨率也还行了CPU占用53%频率呢是2.2G左右温度温度呢是71度现在CPU频率又在降显卡呢是68度1.36G这个频率也降了 跳踩的过程中的30帧20几帧但是呢还是比较比较连贯的感觉落地以后40几帧是比较流畅的这种操作感完全没有卡顿和延迟的感觉完全没有现在帧数呢36帧37帧没问题分辨率又改成了1440乘900现在帧数上到了40几帧到50帧的样子反而是有一些卡顿了能玩啊50几帧就算是OK了在这种这种轻薄本上 也没有人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会死这个游戏的好处呢是退出的话你不会只能进训练模式除此以外呢就一无是出了再看一下坦克世界守望先锋呢我就不装了有点麻烦因为帧数不高只有45帧CPU的频率呢可能是现在机器有点冷了那现在已经三点几G了显卡的频率呢是1.44G频率呢比刚才略高一点那现在温度呢是分别是71度和68度高画质不推荐应该要降一档而且很奇怪的是 CPU的频率提高了显卡的频率降低了再听一下扬声器的效果 还好正常状态摄像头的效果呢正常吧 和上一期的机械革命也差不多拆机看一下机身内部华为的机器呢正常在地壳的脚垫里面是有螺丝的这点大家猜的时候注意一点脚垫一般来说是双面就要粘在上面的小心扣就行了电池只有41.7瓦时这点有点奇怪两个风扇和以前的卖博克13呢是差不多的布局分别的有一出和一系的两条热管这个是硬盘的位置这边有一个防拆的一个小标贴这个标天你不要死了凡是碰到螺丝上面有这种标贴的都会影响质宝的这个下面呢 没有拆也没必要拆这个机器内部也就这样子了 华为卖博克13的这套模具从我们历史开箱看啊性能都是一般般对于这个尺寸的笔记本的用户群体也对性能可能不会那么敏感这个机器呢有一些附加的功能是需要去模拟场景去展现的比如他的触屏比如他的一碰船比如说他的多屏的联动他这个触屏的不能平放有人认为不方便画画其实我认为不是这样他的使用场景很可能是产品展示或者说用手机投屏去操作 华为能够把使用习惯操作逻辑这些东西放在一个windows平台的笔记本上都在思想的境界上已经比其他厂家要领先很多了他这回触屏的很可能就在下一盘大旗虽然现在还看不太到有点吹华为要在我看啊国内能够撼动联想的也只有华为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玩票的没底线的坑钱的华为的电脑呢在产品层面我还没发现过恶意的没底线的情况 如果不是招幼的断供我相信现在销量应该比现在大太多缺点非常明显一个是性能比较低下再就是价格价格那五八九九我觉得偏高了你想一下小型普罗首发的价格是五六九九性能远超过他平的参数和接口也是超过他考虑多了触屏那定价定在五四九九的首发价格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厂家的有些人呢认为华为的用户就应该不在意价格其实我也觉得蛮恶心的机器的接口偏少只有两个type c那我们可以用他送的这个库展屋 它上面有一个usbA还有个c那可以再用他送的这根线把c口转成a口那就多出了两个usbA口这可能鼠标也用蓝牙但是蓝牙的鼠标一般来说感受是比较差的还有个小缺点就是电池偏小只有41瓦时最后是开箱机的折架这个机器原价是五八九九减区三百块钱就是五五九九不介意被我们开箱过使用过可以在淘宝的首页搜中正评测官方店有一个回血的链接那就在里面前面开箱的神州呢我们三九九 三九九在折架上一期开箱的机械革命呢我们再减一百块钱就是三六九九感谢大家帮我们回血微星的两个游戏本呢我会尽早做开箱小米pro的增强版也订了货了那还在图荣耀十六点一爱五的版本呢我待会在群里问一下大家要不要我去买来开箱三天以后呢小新L2020款也就是MX350显卡的机器呢也要上了小新pro啊s740啊也都会上这个MX350的显卡所有的轻薄本呢都会洗牌和更新一波 我们之前在公众号也讲过了MX350呢就是1050的弱化的版本小新L系列呢一直都是弱弱的性能我倒不是很期待我比较期待小新pro上MX350因为受到产能内影响所有的现在的MX350的机器全都是年前生产的年后复工情况比较不好数量也会很少我也会沟通看是不是可以上到乐备店华为的产品呢我是非常讨厌去做开箱的但是大家点名率很高再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